在特朗普於高爾夫球場遭暗殺微垂案中 檢察官基於新證據 以行事主要總統候選人的罪名起訴疑犯Ryan Wesley Roth 此外 檢方還增加了兩項新指控 包括持有槍枝實施暴力和襲擊聯邦官員 此前Roth 僅被控重罪犯持有槍枝 以及持有被抹去罪號的槍枝 據檢方稱Roth 跟蹤特朗普已有餘一個月 案發當日他在高爾夫球場監視特朗普長達12小時 調查人員在Roth 的車中發現了一份手寫清單 列出了特朗普在8至10月會出現的地點和日期 車上還查獲6部手機 其中一部包含了手上魚害從佛羅里達州前往墨西哥的紀錄 案發前幾個月Roth 曾寫下刺殺特朗普的計劃 還承諾給予成功者15萬元的獎金 他還在自己所住的一本書中 批評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並稱伊朗退出核協以後 可以自由暗殺特朗普 Roth 在案件審理期間被繼續拘留 不得保釋 如果所有罪名成立 他最高可面臨終身監禁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